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点可用 拜登总统已经警告 死亡人数恐怕会相当的可观 一案他也是历来侵袭美国最强大的风暴之一 在重创了佛罗里达州 造成当地最少八个人罹难 许多人都在淹水的家中等待救援 在写之后呢 他就以一级飓风的威力 习向的是Sauce Carolina 那么拜登是在飞马听取简报就说 这可能会是佛罗里达州 史上最惨重 死伤最惨重的飓风之一 那么州长尚迪特则说呢 破坏的程度是历史性的 而且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而已 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规模的爆炒 然而州长尚迪特拒绝提供死伤人数的估计 不过呢 在政府官员则证实 最少已经有八个人罹难 而且人数月亮还会往上攀升 接着我们再看到呢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昨天呢 在美国主办的第一场太平洋岛国峰会 宣布提供超过八亿美元的援助 提供太平洋岛国对抗气候变迁 强化永续性的发展 同时宣布了一系列外交举措期盼 能够拉近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为了因应中国在太平洋区域影响力日增 总统拜登在28 29号举办的太平洋岛国峰会 受次邀请了14个太平洋岛国领袖 齐聚华府 包括了在近年稍早和中国才签署安全协议的 所罗门群岛 那么要展现的是 美国要与这个区域强化关系的一个决心 会上呢 拜登致辞表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历史很大一部分 就会聚焦印太区域 太平洋岛国在行诉这个未来上面 扮演关键的角色 也正是为什么他的政府 要把强化与太平洋岛国 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伙伴关系 视为现在的优先事项 好接着看到的是和这个俄罗斯相关的了 联合国秘书长国特瑞斯 就在昨天谴责了俄罗斯计划宣布 纳入在乌克兰占领的土地 对此国务卿布林肯也指控 俄罗斯假借入俄公投来掠夺土地 俄国在2月24号发动了侵略之后 近来就在部分由俄罗斯掌控的 乌克兰赫苏、卢干斯克、戴内茨克、扎波罗热 四个州发起了是否脱离乌克兰 加入俄国为期五天的公投 那么莫斯科扶植的四个政府 完成计票之后都代表 都宣称的是选举胜利 那么在美国总统拜登也在昨天承诺 美国绝对不会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领土的主张 一旦俄国并吞了乌克兰的地区 美国就准备要实施新的制裁 拜登在昨天对太平洋岛国领袖致辞时 也谴责了亲俄罗斯势力 在乌克兰地区举行公投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也说公投这个结果是莫斯科所捏造的 谈到了莫斯科 我们也看到也知道近来的北溪二号 北溪管线破裂 那么北溪天然管线被怀疑遭到蓄意破坏漏气 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顿也说 现在要猜测幕后黑手是谁 还是为时过早 他在夏威夷的记者会上做了上述的表示 那么他也说 他和丹麦国防部长讨论过这件事 那么双方那么都表示就是要尽可能的判定发生了什么事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正在试图挽救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之际 在昨天对被控参与伊朗石化和石油产品交易的企业寄出制裁 其中包括了一些中国还有印度企业 也借此施压德黑兰当局 在美国财政部也制裁了其他多家企业 表示他们把数以亿计的美元的伊朗石化和石油产品 卖给了南亚和东亚的用户 好接着我们再看这是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何景丽昨天就在南韩发表谈话的时候 这个言多必失会有口误的 这他就口误赞扬美国与这个北韩国家之间重要同盟关系 差一点就让美国的政策来了一个乌龙大转弯 这个真的是口误啊口误 最后我们就看到的这是九金山的报道 脸书的母公司Meta Platforms 他的执行长祖伯克和员工沟通时就说 由于总体经济的情势不确定 公司将会暂停招聘 并且还要进一步的重整 为了准备因应迫近的经济衰退 若干科技公司几个月来就被迫裁减员工 广告商也因此缩减了支出 祖伯克在美洲员工的这个Q&A活动当中 就说呢在现在呢计划要保守一些 所以呢在目前那么面对总体经济情势的不确定 Meta将会暂时停止招聘 同时还会要重组 好的朋友们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健 在接下来和我一块关心的是来自国际方面的重要报道 第一个呢我们先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丁啊 他发布了总统令 那么也承认就是乌克兰 扎波罗热州和赫松州独立 为正式并入俄罗斯来铺路 普丁呢在今天将会在克里姆林宫主持仪式 宣布把占领的乌克兰四个州纳入俄国的版图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说俄国必须要阻止普丁 避免战争造成最具破坏性的后果 领和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也发出警告 说计划中的吞并就是危险的升级 危急和平前景 而在这里看莫斯科的消息 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声明中就说 总统普丁也在昨天和土耳其总统艾尔段通话 通话时就说 北溪天然气管线遭受前所未见的破坏 是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 在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北溪天然气海底管线 在26号发生疑似蓄意破坏的爆炸事件 导致三处气体外泄 瑞典海岸防卫队也在昨天证实 北溪二号管线又发现了第四处的泄露点了 在目前没有办法立即评估受损的情况 近几个月来也一直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核心议题 因为俄罗斯削减了对欧洲天然气供应 被怀疑是报复西方国家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挤出的制裁 下面我们看在这个是德国的经济方面 不是好消息 德国在昨天公布的9月份通货膨胀年增率 创新高的10%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能源和食物价格高涨所推升 德国也有多家权威研究机构发布预测 都认为德国在明年将会出现的是经济衰退 而德国总理肖茨就在昨天宣布了多项舒缓能源危机的计划 总值大约是1500亿到2000亿欧币 接着在英国方面看到 英国的新政府宣布的大减税方案 使的是房地产业陷入更深的一个危机 当地住宅建商的市值今年来 现在已经是砍了一半腰斩 蒸发了220亿的英镑 根据这个报道 英国财政大臣公布的迷你预算案以来 在英国的住宅开发商的这个指数 在过去一个礼拜跌了14% 这个资金没有着落的撒币政策 引发了英国利率飙升 不禁让人看坏 房贷市场即将要陷入低迷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到亚洲 看到的是印度 在印度美国关系也看似出现了裂痕 而美国又与太平洋岛国举行峰会之际 印度媒体也发表了评论 说印度应该和美国 共同强化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来抗衡中国方面的持续扩张 美国是在28-29在华府举行第一届太平洋岛国峰会 拓展与太平洋岛国之间在气候变迁 疫情因益 还有经济复苏等议题的合作 同时还推动印度太平洋区域的自由与开放 在印度媒体则说 虽然中国和印度在边界多个冲突点解除对峙 但对所设立的缓冲区 还是以多处处于印度境内 变相压缩了印度的领土 此外中国也持续在中国方面的边界 强化了基础设施 所以表示印度还是应该要和美国 共同强化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来抗衡中国的持续扩张 接着我们看到的是在日本 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在今天说 日本将会补贴美国的美光科技公司 大约465亿日币 在广岛厂生产先进记忆体晶片 日本政府在美国副总统贺景丽 访问日本之后宣布了这笔经济的援助 这是日本和美国在紧张情势升级 与中国科技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下 在晶片生产方面的最近一次的携手合作 好 再谈到了这个晶片 在日本方面是新的携手合作的计划往上升了一级 而在韩国方面却看到的是全球最大记忆体晶片制造商 三星电子已经调降下半年的晶片营收展望 32%来应应需求的减缓 三星晶片的事业主管 他表示调降下半年的销售展望 比4月的预测还下修了32% 好 新闻最后看到的是伦敦的报道 英国皇家铸币厂推出了第一批 印有国王查尔斯三世肖像的硬币 按照传统新君主在硬币上会与前任君主念朝反方向 意味着查尔斯三世的肖像将会是面向左方 查尔斯三世的肖像将会出现在五十遍式的硬币上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就会流通 预期会在耶旦节之前 五英镑纪念币的背面也会印有两幅 以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 在英格兰共和国曾经在17世纪中叶短暂成立 1660年才恢复君主制 自那之后硬币上的君主肖像和前任君主 面朝反方向就成为传统 好的 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火美剑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呢 我们先短暂的休息一会儿 稍后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同关心的 将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好 朋友们 下边我们来关心的 就是在中国方面的新闻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跟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关的报道 南华早报在昨天说 泰国外交部日前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口头确认 参加11月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AC峰会 但是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可能有缺席的这一个倾向 也使得与其中的拜席会将会有变数 根据在媒体报道 拜登到时候可能因为要出席他自个儿孙女的婚礼 而要缺席APAC峰会 那么泰国还在协调拜登出席的相关事项 另外呢 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日前 针对外贸企业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 则在报告当中指出 受访企业当中六成表示 订单下降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 而超过半数感受到订单被分流 将近48%则反映生产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在报道中说 这项在8月下旬进行回收问卷2043份的调查报告 得到了上面的分析 如果以企业规模观察受访的大中型企业 对今年全年外贸形势比较乐观 相信之下 小微企业对今年全年的外贸形势 是预期较弱 但是比第二季相较稍有改善 而中国九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是50.1% 比上个月上升了0.7% 相隔两个月之后重回扩张区间 在其中当局还力推基础建设 建筑业景气是明显回升 不过新的订单指数却收缩 显示需求方面现在不是那么乐观 需求不振在目前 好 下边我们继续看到的 这是中国民营汽车 应该算是民营汽车的一把交椅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在今天则宣布 已经完成对英国超跑品牌阿斯顿马丁拉贡达国际控股的 7.6%股份的收购 将帮助它迈向超级电动化和智慧化 阿斯顿马丁陷入亏损寻求外援之际 在浙江的吉利控股集团官方网站 今天宣布了这一项重大的消息 在2018年吉利控股宣布收购 德国的病史汽车 它当时的母公司戴姆勒集团 9.69%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吉利控股董事长也成为了戴姆勒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好 下边我们看到的 这是在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 是常常受到外界的质疑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也在昨天审议决定 要求江苏省政府推出重大决策之前 得要先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被中国媒体称为省级人大首创之举 不过这项决定还是规定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在收到江苏省政府报告时 必须先报请中共江苏省委同意 才能够列入省人大常委会的年度工作计划 接着朋友们焦点让我们转到香港方面 第一个先看到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 将会在10月19号公布 他上任以来第一份施政报告 根据报导 到时李家超会宣布香港复常 恢复常态的机会相当的高 那么报道中说香港将会在11月 举行国际金融投资峰会 又有国际七人篮球赛 政商界因此都估计 除非到时香港疫情出现严重的一个逆转 否则李家超发表施政报告时 也会宣布香港复常的机会 这是相当高的 而香港社会普遍要求尽快实施 林嘉玲入境免检疫 对此香港一位局长卢宠茂 他则表示 对于香港何时能够实现林嘉玲 则说香港不能够只跟随国际 应该有责任要确保不使中国爆发疫情 最后我们看到香港当局 即放宽海外人士入境检疫限制之后 也在今天再公布多项放宽 在当地的社交距离措施 包括餐厅每桌由现有上限8个人 可以增加到12个人 以及取消了对邮轮的熔断机制 一般相信港府上述决定 除了有利餐厅和娱乐场所的经营之外 也可能会吸引国际邮轮重新到香港 经营公海游了 带给大家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报道 朋友们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在这里呢 中国新闻之后 下边焦点转到台湾 台北新闻主播接棒 带给大家台湾方面的新闻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海军新型两栖船务运输舰 在今天举行命名及下水典礼 由参与文总统亲自主持 其悬号为1401命名为玉山舰 总统表示未来玉山舰在平时可以执行 离岛的物资补给以及人员运送 灾害发生时可以担当救灾 以及紧急医疗工作 在战时更能编程特遣部队 进行两栖增援 是一艘可具体展现海军 平时能救灾 战时能作战的运输舰 他并且强调 让国军有最好的装备 捍卫国家是政府不变的政策与决心 总统说 未来玉山舰舰在平时可以执行 离岛物资的补给 以及人员运送的任务 当灾害发生 也可以担当救灾和紧急医疗的工作 而在战时更能编程特遣部队 进行两栖增援 玉山舰舰在交舰之后 升上国旗以及寒军军旗 总统则在接受交舰证明书 以及传播之后登舰参观 在驾驶台右舰甲板向媒体挥手致意 并且和接舰官兵合影 而玉山军舰以台湾百岳之首 象征海军不畏险阻 攀向高峰 追求卓越的精神 也代表该舰搭载陆战队 以及两栖舟车 克服各种的困难 永远站在保加卫国第一线 坚定捍卫海疆之一 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区 举行所谓的入俄公投 并将其正式变入俄罗斯领土的做法 我国政府在今天严正谴责俄罗斯 借由假公投罪行兼并乌克兰领土的野心 并且对俄罗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 以武力入侵乌克兰 并强占乌国领土 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种种侵略行为 表达最强烈抗议 外交部并且表示 我国政府支持以美国以及欧洲为主的民主阵营国家 共同采取适当的依应反制措施 外交部犯人欧将安说 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严正地谴责俄罗斯 借由假公投来遂行兼并乌克兰领土的野心 并且对于俄罗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 以武力入侵乌克兰 并且强占乌克兰的领土 俄罗斯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种种的侵略的行径 我们表达最强烈的抗议 同时外交部强调 台湾将持续和全球理念相近国家深化合作 团结强化民主任性 共同对抗威权主义的扩张与胁迫 确保国制秩序不被颠覆 全球享有和平稳定 台南杀情案引起了社会对于警察情无安全的关注 立法院会在间三读修正通过 警卸使用条例 明定警察人员面临犯罪嫌疑人 持有致命性武器或攻击意图等四种情境 若认为将危及自身身命身体 得使用枪械进行射击 此外修法也针对调查小组的组成 以及相关补偿做出了明确的规范 让警员使用警卸无后顾之忧 而对此 行政院表示 感谢立法院朝野通过修正案 将可以进一步确保远警安全以及维护治安 而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 这次的修法放宽远警执行时 如与紧急状况 可弹性运用警卸以外的物品 遇到危及生命情形时 可不经民枪警告直接用枪 以符合事务所需 此外当远警使用警卸导致赔偿纠纷时 也可适用于国家赔偿机制 静电市在1月19号通过了NCC的审查 获得深色的许可 不过时代力量立委成交华在日前 在立法院执询行政院长苏春昌的时候 曝光静电市去年股东会的录音档 至于服务院高层介入国家通讯传播委会NCC 审查静电市执照申请案 民众党立委赖湘林 现在立法院施政总咨询的时候 关切静电市的争议 并且当场询问苏贞昌和NCC主委陈耀祥 是否有介入施压静电市申设审查 苏贞昌和陈耀祥均强力否认 苏贞昌并且说 陈焦华当天播放的录音档已经被当事人 陪伟之一变造 不该拿已被否认的因档来质疑政府的介入 苏贞昌说 这一段录音那个当事人已经说是被变造 而且已经采取法律行动 好 同时陈耀祥也表示 NCC独立行使职权 自己所言保证都是真话 他不清楚录音档中 时任静电市董事长裴伟的发言真假 但是并没有所谓的施压的问题 而苏贞昌也没有施压 也没有指示 在疫情的消息方面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将公布的国内新增 43,280例的COVID-19本土个案 另外有225例的境外移入 确诊干当中新增50例的死亡 在边境开放之后 国内的防疫也将陆续的松绑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指挥官网毕胜在今天表示 指挥中心正在讨论放宽确诊者 7加7后7天自主健康管理的限制 考虑改为快删阴性 即可解除自主管理 最快在下个礼拜宣布 他说 应该是7加N N小于等于7 那因为如果是以专家讨论的 那个结果 看起来好像就是说 他验阴了之后 后面就不用再执行 这个所谓自主健康管理了 那所以但是什么时候阴就不知道 那所以也不是零的问题 那可能是零到7都有可能 而至于确诊者7加7 前7天的居家隔离 罗伊军表示 在专家会当中 有几位专家认为 隔离期可缩短为5天 但是会中尚未达成共识 这个部分 仍在持续的搜集资料 以及研议当中 目前不会调整 而10月13号 边境开放 届时入境改为0加期 开放非免签国来台 并且取消建团令 但是排除了陆港澳籍人士 对此中央流行疫情主委中心 主委官王毕胜在今天表示 相关的事务由陆委会夜馆 陆委会决定之后就形成决策 在未来也会滚动式的检讨 2022台北国际秋季展 在今天开始一连四天 在台北世贸医馆展出 而这也是政府宣布 国境即将在10月13号 正式解封之后 第一个登场的旅展 热度超过了以往 同时业者更瞄准了商机 推出国境解封首发团 让旅客享受手搬抵台 临居隔的套装产品 台湾虎航董事长陈汉明说 其实台湾虎航的售票 在这一段期间就明显的倍数 数十倍数的增长 以目前的销售状况来说 最热门的航线是日本跟韩国 但是我们非常期待大家能够 享受台湾虎航在10月8号畅游泰国 10月12号入台的泰国曼谷航班 因为10月12号入台飞抵台湾 落地是10月13号的凌晨 这将会是所有旅客 在役后开放第一批首班 享受入境台湾邻居隔的套装产品 另外主攻国旅的华线航空 也瞄准了金门大桥 即将在10月底通车 特别稀朽了义飞集团 以及金门县政府 推出了创新的玩法 金门县长杨振武也特别现身旅展加持 杨振武也不忘地向政府喊话 国境建筑解封 小三通也应该无差别待遇重启 备受瞩目的台北市立美术馆扩建工程 在间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 新馆将以花博公园美术园区为基地 打造独特的富途市地下美术馆建筑 总经费高达新台币52.34亿 预计在2028年正式的开馆 可望为台湾台北带来未来艺术新动能 北美馆扩建工程由刘佩森建筑事务所 以及福清营造共同提出的建设计划出现 刘佩森说 地下美术馆的这个所谓的六间 两间白赫斯加四间黑赫斯呢 能够让这个整个管理上面的话 经过管方的一些充分的一些讨论 那么我们希望尽量能够满足 他们在管理上的便利性和他的经济 和他的合理性 那同时呢 也让所有的民众能够在艺术里面 可以看到森林 在森林里面呢 可以欣赏艺术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而北美馆的扩建工程总清费是52.34亿元 同胞工程清费是44.31亿元 以台北市政府所编列的预算新建 未由公务局新建工程处代办 预计在2028年开馆启用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 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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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